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崇伯 在此跟各位同學拜個晚年 祝各位同學新春愉快 同時也期許各位同學 在新的學期開學之前 仍然保持旺盛的求知欲跟學習力 我們知道人生的過程當中 就是一連串不斷的挑戰 在每個挑戰的一個過程當中 都必須要有新的知識跟技能 去做適當的因應 那我們空中教育 就是提供這樣的一個管道 讓同學隨時學習新的知識跟技能 我們台灣首富郭台銘 他本身是海專畢業 但是仍然保持非常旺盛的求知欲跟學習力 創造了一個很棒的一個電子王國 上營科技的董事長佐永才 他本身是學會計的 可是會計跟精密機械距離這麼遠 他仍然能夠持續的學習 保持旺盛的求知欲 創造了一個台灣最偉大的一個精密機械的王國 所以我們也期許各位同學 跟這兩位前輩學習 我們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改名為科技大學剛滿一年 學校也實時的在充實的教學設備 目的也就是說希望能夠讓同學們 在終身學習的領域保持一個非常優質的環境 所以各位同學要善用這樣的一個環境 好好的來學習 我們空中學院的同學 在學習成就上差異非常的大 願意學習的 他的成就就非常的好 學習效率非常的高 可是還是有部門的同學 他並不認為 他是這是一個非常優良的管道 所以在學習上面 難免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在此 新一個學習的開始 我們希望各位同學 能夠持續的保持旺盛的學習力 跟求知欲 為自己的未來 創造一個光明的一個前景 那謝謝各位 謝謝